近日天气炎热正是荷花绽放的季节 普里镇梅西向上堤防旁的生态公园 大片生态池栽种的荷花已经盛开 当地里长赖志诚说 园内的一草一木都是居民共同打造的 欢迎大家前来观赏 同时也希望能共同维护环境垃圾不落地 近几年完成整治的普里镇美西向上堤防生态公园 核花已经盛开 立即吸引不少爱好摄影者以及当地居民观赏 当地里长赖志诚说 园区当初由县长林明珍以及立委马文君 向水利署第三合唱局陆续改善完成 最后再由里面大家共同维护资金的规模 第一次来所有这个 所以今天是第一次来看的 看完感觉怎样 很棒啊 很漂亮 看到网路上有人就是有新闻介绍说 这边有开核花 然后好像这边也有整治过 就是环境整个都比较干净 然后漂亮这样 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次知道 然后就想说带小朋友过来看看走走这样 实际过来也是觉得他这边规划的 就是还不错这样 有道路可以走这样 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我们 乡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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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林明镜館 跟我们满文园里面 真的给我们整出 跟第三个核权局整出 所以建设一个最好最漂亮的环境 来影响到 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步道 和一个最好的生态的环境 让大家来享受 持续迈入初夏也是核花绽放季节 朵朵粉红核花搭配青山翠绿 蓝天白云 不由自主令人慢下步伐或是停车助流 尤其近日天气晴朗更振脱出 核花出于泥而不忍的倾向气质 这个环境就是核花和燕灰 和现在这个涉上都是我们里面主动 主法包括我们自己都尽力来 共同为何这个环境 让大家走起来感觉很爽快 很清晰 这个当初还是核花都盛开的时候 去运动非常有趣 来参观我们这个生态子的核花 希望大家爱笑这个环境 共同来疼笑这个所在 让大家来享好享健康 好运动的所在 梅西向善提防生态公园 位在香道头73线旁 向善里仿讯道路 不但可以骑车运动 还赋予濒临绝种植物水色流 提供乡亲优质清水空间 也兼顾生态保育 附近又有埔里进城武术大榕树 也是乘梁拍照打卡热点 里长赖志诚 呼吁大家共同珍惜美好环境 也不要手艺放生动物以及鱼类 更不要暂时钓鱼 记者张光佑 普立正采访报导